再往下看呢 这是您在林远舞台上的照片 这豆尔敦是吗 豆尔敦 你这个个儿扮豆尔敦呢 厚点刀啊 四寸 四寸 在梅兰坊大剧院 天霸外山 黄琴霸呢是谭正言 谭本期待 马上就有八代了 你看看 我呢来的豆尔敦 你看这缺点四寸 对于我来说是一考战 但是这个得有功夫 得有功夫 没功夫这厚点穿不了 这个花脸戏呢 从小我就喜欢唱花脸 后来的嗓子呀 没有这个宽音了 就唱着老声什么 第二章 第二章是不是平戏了 这初是杨三姐的报状 赵立荣先生演的杨母 我演这个的时候呢 也是学习 揣摩了这个赵先生的表演 这个我们天津观众 其实特别喜欢平戏啊 这云伟照片都摆上了 来两句吧 这个平戏啊 我是喜欢平戏 稍微唱两句吧 行啊 洪君不怕远征难 离近了万水 与千山 通过了多少 要塞天险 跋涉了多少 明山大船 通过了多少封锁线 多少白军被灭间 我们红军 我们红军越大越强 更加拓战 白匪军 旅战旅败 将若兵残 红旗飘飘 多鲜艺 多鲜艳 星星之火 一了远 正好啊 这是金沙江畔 这是现代戏 没错 也是中国平纪院的代表剧目 这还有呢 这是 这是 这是武家坡吧 这是 这老生给我们来两句吧 哎呀我早就少拿两张刀 刚才那个 梁亨涛那是球派 这个 杨三九高壮的 赵派 赵派 这算西派 我还真没听过何文伟学西派 就是来了 这个西派是不好 不好唱 不好学啊 自从盘古立地天 就这一点啊 自从盘古立地天 那有国有福阿 巴虚参 西两国造了凡 为丈夫道做了先行官 两千千千 与戴战 那戴战 公子好远 他把我亲下了 马雕安 多蒙老王 不肯战 反将公子 赔两元 西两地老王 把家人 为丈夫道做了先行官 大戴齐尽的意思 这个当建国的味 这不简单 这张小条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了 老季新居 这是天津搞的马氏相声专场 当时得有十多位 咱们天津的先生老演员 包括黄建良先生 尹孝生先生 田丽和先生 等等吧 我跟六甲演一段 就选择学电台 我印象特别深 就其中特别有一段 学这个马老的这个粉红色的回忆 这也太可乐 这个 以前我演学电台 都是演那个一个桥段 就是马三利跟刘宝瑞 二老唱这个太平歌词 那么有一次呢 在这个KTV里唱歌 其中一个朋友唱这粉红色的回忆 我这个节奏明快 您知道我是听曲艺 听京戏 哪听歌啊 没听过 我把这个粉红色的回忆呢 就用在这个节目当中了 我把这台平歌词 就替换下来了 我用马三利先生 跟刘宝瑞先生 对唱 对唱粉红色的回忆 效果非常的 这点连身带身太可乐 我在底我都乐得不行了 这么着吧 我就学这么一个小桥段 好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留下了小秘密 呀心里呀心里 不能告诉你 晚风吹过 温暖心里 我要想起你 多甜蜜 多甜蜜 才能忘记 不能忘记你 把你写在了日记里 不能忘记你 心里想你还是你 那么多夏季 还有老板的一颗底 给我一个温暖的回忆 太可乐了 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学谁啊 总能抓住那个 核心的那个特点 就是马老 这拧肩膀的这一下 对 潇洒劲 对 潇洒劲 这太好 这王老师特别强 很有意思 这就是特点 我去车站 等车呢 早上起来没吃饭 我吃点早点吧 吃点早点 进了一位 买早点的 他跟那个服务员 买这个豆浆 我一听就可乐 来杯豆浆 原味的 甜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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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原味的 甜味的 原味的不甜 他呀 没明白 原味的 甜味的 是怎么回事 他顺口大音 对 他以为这原味甜味 是一杯 就是叫原味甜味 这人倒也随和 对 后来他又纳闷了 他来一句 原味的不甜 但是您 这个话 他特有意思 对 你编不出来 做物理编 没有这个包袱 所以说 咱们在生活当中 尤其咱们搞演员 尤其像演员 就捕捉这些东西 对 你也不用看它 你就自然吃 你就听着它说话 挺有意思 这张是 这是 这是在北京 长安大习院 田县使偷斧子那回 对了 是说老先生 这个节目当中 就多么讲究 一个剧照 这个首饰 从田县先生那 我一看 这是石寿 这个是 德张寿老的侵船 对 甭管在哪见着 都留活 您比如说 什么县徒 什么梦中婚 上寿 真得向老先生学习 八二多了 还动脑筋 还不犀利 您听那相声 一点不救 对 其实今天不光有云尾的相册 我还有一个小准备 这当年我看到的照片是特别有感触 所以我给它留下来了 我们来看看这照片 想起来了吧 太想起来了 中华曲院 旁边是老美华鞋店 老美华 这个中华曲院后边是燕乐 这是燕乐 我一般到天津来看完节目 就住在燕乐对过 十个钱一晚上 太熟悉这个产品了 基本上每周都来吧 两周一来吧 坐着火车 坐绿皮火车 一个多名头 坐便宜火车 住便宜旅店 就为了听老先生的活 对 就当时在这个剧场里 何云伟还有北京的这些位 现在也是翘楚都是顶尖的 都在剧场里埋伏 都在剧场 我当时在中华的后台 那边跟着李金宽老师坐那听 所以那剧场里 当时我们都在那个中华曲院那 但当时谁也不认识谁 我印象非常深刻 燕乐今夜评书是三元寒茶姿 对 得带这三个字啊 寒茶姿 对 外部水牌子写的是风雨无阻 对 道点准眼 对 中间是三个字 三峡剑 底下是金文生 没错 下边还有一个阔壶 张洁欣先生 对 没错 让我拿了 小子说学艺的经历忘不了 我现在想起来 当年就是在众友的那些活 哪场爱是哪场 谁使的什么 中间加了什么了 谁来了 一想跟昨天似的 其实这都二十多年的事了 都记着 这不刻意说啊 北京没有这个氛围 北京也没有茶馆相声 当时就是一个 那个琉璃厂里边 中国书店那个 金会茶馆 但是也没有像这样骑整的 那这就是都摔单的 三场单活横着 哪有这个六场对口 像是那么骑整的 又有快板 又有评书 那北京就根本就没有 没有这种学习的氛围 怎么办呢 只有坐火车 到天津来 住一宿 多听一场 后来我就爱听大鼓了 你知道为什么这大鼓啊 这乐趣啊 比相声不少 主要是这堂观众 这堂观众太可爱了 台上怎么唱 台底跟你怎么互动 叫好都能叫出三个旋律 甚至更多的高音乐 提到京韵了 是吧 没跟你说啊 没跟你说啊 京韵呢 我在团里应京韵大鼓 是吧 白派 白派 来两句白派吧 学这我就想起 黄铁梁梁梁 我就学两句啊 白派 冷雨 起风 不可停 乍分离处 最伤情 串松 怎单 重天 兵 要受 何堪 在 兼容 学咱们两句 真好 真像黄金梁 不不不 真像白派 好 你两位 这个确实 这个云伟啊 当年这是 积累很深厚 我们说 后继勃发 你没有这个积累 也到不了今天啊 那这个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学员 觉得自己就 上台之后 有效果 还见点火 觉得自己有点成了 这是从什么时候 有信心呢 还是从这个 西民游街开始 这些曲员的 那是做的都是老观众 一个小孩 又唱个戏 又唱的那么 有点意思 他给你捧掌 这鼓掌捧场呢 就找着信心了 我西民游街 演火了 演完了以后 回去我琢磨了 下一段我演什么呀 我上一个杨药芳吧 杨药芳演火了 我下一个再演什么呀 我再来一个 这个八扇品吧 一段一段 这就是恢复上演 全凭爱好 这当年在园子 开始见点火了 后来就得了一大奖 是吧 05年 这也是我没想到的 全国向上小品 邀请赛 邀请赛 我跟李星 专业组一等奖 因为我 没有知名度 2005年嘛 谁也不认识我 就是小孩 个人不高 是吧 那个长得又不是挺抢眼的 演到后半段 就炸棚了 可能一开始就捧着 哎呀 好 观众啊 也实在也捧不住了 实在也捧不住了 翻场的时候呢 我使了一个小段 就是后来 您熟悉那四大名单 四大名单 我掐了一股截 一个片段 四大名单 那效果就更好了 有二十楼的效果了 所以说你这个 有积累就有收获啊 这就得益于常年 在剧场演读 对 嗯